本台消息 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朝鲜国庆71周年 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 执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之际 我仅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 向委员长同志 并通过你 向朝鲜劳动党 朝鲜政府 朝鲜人民 致以热烈的祝贺 和诚治的祝愿 习近平表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1年来 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 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不断向前发展 相信在以委员长同志为首的 朝鲜劳动党领导下 朝鲜社会主义事业 并将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 国务院同委员长同志一道 传承和弘扬中朝传统友谊 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更大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祝朝鲜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